赴昌财经台,观众早晨,圣诞快乐 相信今天大家都是Holiday mood 因为今天零零碎碎,卡洞一日27号就翻一日 全日市 整个星期翻多半日一日,又放多一日元旦假期 相信港股方面,成交仍然是200亿以下,都不会再创新高 但不要紧,指数已经破了今个月的顶位 指数由4号的25599点,冲到今天最高暂时是28177点 简单来说,已经去到2578点 以炮姐每个月的期权波幅定律来说,属于一个比较偏大的波幅月份 整个月来说,板块方面,随着美股,连续很多日都破顶了 纳资计时,入破顶,包括收市价 苹果今年以来,已经创了8成的升幅 亦不停破历史新高 我们看看整个市场的气氛,情绪非常热烈和踊跃 美股也不厌其烦地说过 不做好,都千万不要去做淡 因为简直引火自焚 这个升市永远是无极限的 今年来说,强积金物,人均赚了23000元 你经常都说,要赚钱,我们投资一定要 很多朋友就说,股票很高风险 其实你看看,今年最强的板块就是股票 包括环球最强的印度,或者其他不同的国家 港股升幅8%,美股升幅20%多 立即挑战1997年最大升幅2.9% 究竟能否爆上去呢? 亦有不同的可能性 其实虽然短短几日 你看看美股每天狂破顶 那个势头实在太强劲了 亦都不需要太担心 它之后会说如何回落 除非有什么特别大黑天候事件 包括中美败战返艇 包括英国跳欧有问题 或者香港事件有什么特别 导致环球的政治独势有改变 才有可能扭转的情况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 现在这个美股很高,值得走去做淡 是非常不明智的选择 好像港股来计 有些朋友说27500做淡 当时也提及过28000到28500 才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情况 分段去做淡 包括什么股票呢? ETF7500 不懂得玩旗子旗权的朋友 其实这只已经创三个月的新低 6.26 也有朋友问 其实它和股票有什么不同? 你看看南方推出的逆向ETF 是两倍的杠杠 旗子是13倍杠杠 亦是一倍杠杠7300 亦是逆向ETF 大家选择花的程度 去做淡仓 但做好仓方面 200 是一倍的 其实比较主张 旗子、旗权 或者是窩囵牛熊症那类 入手 但是窩囵牛熊症 窩囵的天敌 就是时间和IV 大家都要知道 其实窩囵的三成来说 已经进入了卵箱的袋子 所以为何仍然主张玩旗权和旗子呢? 就是这个原因 如果不懂的话 就是学习 如果不是的话 执书闲头惨 比敗家的 同一个金钱 其实你运用在期货 或者是期权方面 收益可以倍数上升 例如阿里巴巴 之前提及过 200元件不停说 好买买买 亦有朋友 上个星期都是买了 200多元 就说会不会高追 不如等它回一下 我经常都说 如果你是等它回的话 基本上 就会直接到底 就是落到底 就不会说 会被你收到便宜货 譬如现在看到顶 200元再回 再入再上 其实那个机会 那个动力 没有现在那么爽 因为你会连续升了 五日六日 这样升升升升升升升 逐级而上 其实这是很爽快的一件事 如果你说要回了的话 再去 再去混合的话 那感觉就没有那么爽 说起这个 阿里巴巴不宁港 700 320元 五个钢底 顶部 380元 今天终于一举突破 之前也提及过 身为重磅股之一的腾讯 是不可能 不升穿380元 而指数则有创新高 今天创新高的领头样 包括这个腾讯 上个星期提及的 大笨钟买汇丰 今天也开始拉升了 移动有点回吐迹象之后 也随着手机电讯 设备股板块 和 美国那方面的 晶片股 各类的利好因素 夹上去 中移动也是上去 比如邮邦 全部的领头样 大大只股票 也开始夹上去 整体板块 持续夹好的方面来说 市场比较难跌 也看牛熊镇重仓区 大家留意 牛熊镇重仓区 群组提及过 已经约杀了28,099点的熊镇 我相信它会继续约杀28,199点 我认为在年前28,299点 也几乎死硬 这么近 你不断上去 有朋友说 其实炮车28,599点 也挺胖的 但短短几日 夹上去 也有可能性 但如果想穿底部 25,599个月的波幅 基本上就没可能 大家留意 所以 在期指结算之前 市场价格是二升难跌 留意今天和下星期一 亦是期指的转仓高峰期 大家留意 10月份 未平仓数开始减下来 开始转仓 留意这些位置 28,1,282 其实你看下个月的期指 亦是托着托着 在高位结据 如果一月份以正常的波幅 1,400点 至1,800点 左右 向上摸 摸到差不多29,500点 向下跌都是27,000多 现在突破了几个月的高位 亦挑战7月4日的高位 29,004点 看看两个因素 究竟可否再撑得住 第一就是成交金额 看回成交交易方面 因为现在始终假期 所以成交方面 都会比较薄弱 虽然指数是夹升上去再创顶 亦是呈现一个反复的状态 相信在年轻前也会是 亦在指数里留意 10天线 上川250天线 做了一个黄金交叉 但你要留意这些什么交叉 如月头说过 几个天线 整个资金 在那里做黄金交叉 其实那个参考状态 就不是太大 所以大家都要知道 平均线 状态 反而记得注重的是 每个月的恒新指数 应该有的健康波幅 才去做部署 中美贸易战方面 我们中国法律部 就说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只要文件审批的话 就可以签这个协议 第一阶段 硬拉到签成 可能会 不排除 不停的动荡 但第二部分 是高科技和金融版块 相信波动性和反复程度 是更加高的 你看回去 亦是在推卸华为 補贴 华为那边说 其实25年来 都是接受中国的補贴 超过750亿美金 简单来说 我们祖国在几十年前 已经大力支持5G发展 所以令到华为的成本 比一般巨头 便宜了三成 虽然它不是一家上市公司 是一家民营企业 亦令到美国经常制裁 今天害怕受到威胁才制裁 所以来说 现在在环球资金充裕底下 股市 都是比较难去跌 虽然经济下限 但量化宫充政策 令到热钱 有钱没得用 所以我觉得 市场仍然有攀升的机会 今天大家留意的板块方面 第一就是内房的板块 之前有推介过的用创 40元不到已经说过了 在经济一周那边的直播 也破了52周高位 碧位园圆那些 其实几只什么龙湖 碧位园圆那些 全部都很强势去夹上去 之前提及过的建筑股 还有海螺那些 破了上市以来的新高 所以冬季 这些建筷股 也是比较利好一点点的 如果海螺是怕的 我建议你追回中建筷3323 亦都是期权的选择 追回升的 如果之前有听说 看回1918那些权的话 相信都是十倍八倍 一定拿着在手 说这些位置 未突破的时候 教你去做 如何去追 一定要留意双刑的创 不要只是用正股 因为正股来说是太过时了 正股来说 你用这么大的本金 去追着阿里巴巴 得到的回报可能是几个百分比 但如果你只是用这个期权 或者期货的话 说最少10%以上的回报 所以为什么你不去学一个新的东西呢 稍后可能开个赶座 再详细教什么期货和期权 因为很多朋友对这件事感到惧怕 对于这个赚钱的工具 不应该感到惧怕 经常都说 不用的都要了解 不买都要摸一下 看看究竟对不对 看回来说 我们香港的零售旅游就很不行 看回数字就知道 高铁跌了四成 仿港旅下跌了五成几 但是都不怕的 我说过了 七成以上的港股的指数股 全部都说是国内的 或者是望向世界 不是Local 这些什么大家乐大快活 或者TVB 对于我们来说 其实影响就不是很大 所以大家就不需要太担心 我们本地的什么事件 平安赢不平安的影响 其实影响不了故事 反而你说楼市 我相信有可能有影响 因为始终都是乱 始终地铺会倒闭 也会导致新态列中断 失业率再升 对楼的影响 相对地可能会大一点 大家一定要密切留意 如果想买楼的朋友 可以转到年后先 都不需要那么紧张 稍后想跟大家update 这下我们的新股 未来今天就有两只放榜 每周都有一只放榜 另外有什么厉害的新股 想跟大家推荐一下 或讲解一下 我们稍后回来再见 欢迎回到聂炮投资360 刚刚提及过两只新股 今天将会放榜 包括这只贵州银行 6199 这只我没有抽 先说明 另一只就是保农商业 首先说那只我不太喜欢的贵州银行 首先有下限定价 2.48的定价 公开发售部分最大是什么 不触额 有个朋友明明下了票 都说快点抽票 不要抽 抽了 赢的可能就是赢的鸡水那么少 输的不知输多少 几个percent都不好 其实中签率是100% 建银、中信利昂、资本和隆银 保证人 三个来说 不过不失 不是好差也不是很好 但最惨的地区银行 过往的表现 上市升幅来说 一般都不过6% 前景就好像有限 但风险又一般高 同期的保农商业 相反 英俊很多 编号是9909 由我之前的爱股1238 保农地产 这只股票是 保农地产 现在也很流行 把分拆业帽拆出来 除了物业管理股 有这个情况之外 现在也流行把云 例如 腾讯云、亚里云、江湖传闻 慢慢拆出来 所以这些股票来说 仍然有一定受欢迎的程度 这只保农商业 公开发售超额52倍 上下定价9.5%上市 回购机制 撥到40% 即有6000万股 一手中签率9成 如果拿8手 便会有一手 丰盛融资 大家记得我上次提及过 丰盛融资 很丰盛的 看过往业绩 看上市公司的保证人 或者一些牵头人 究竟往迹好不好 其实上次提及过 有一个APP 是不用钱 这里我免得跟人们买广告 有兴趣的话 下次参加广告 再和大家说一次 每股定价 其实也是贴近最高的 上市的价位 龙银是独家保证人 亦有四个基石投资者 整个盘口都英俊 相信稳稳振振振 升十个点 没什么难度 至于吃不吃糊方面 可能都吃一半 留一半 一手的话 没什么所谓 始终都是小钱 三几千元 炮姐前几天就吃了 Tiffany Tea 因为又赚了钱 最近港股 一只都肥仔 一只汽水 托回两三千元 一个Tea当你一千元 已经吃了三五七个了 所以吃Tea去旅行 就靠这些新股 和期权期货 宝龙商业和贵州银行的暗盘 今天是4点15分 去到6点半 我们这个 富昌的暗盘平台 就会有得买卖 大家估计的朋友 记得留意 亦都会收到SMS 下周一有重头戏 包括台洲水母 还有我叫大家奋身抽的赤子城 9911就将会上市 赤子城亦都说过 前端的梦想 包括AI的服务 还有big data 密联网 很多朋友就问 为什么AI好像好像dream 这些新股 因为你想想20年前的阿里巴巴 20年前的腾讯 在深圳那里 20年后 今天谁想到 原来你上面是不需要大钱包 只拿着电话出去 就可以跟别人交流沟通 所以大家要知道 就是这个世界变得很快 现在5G这个云端密联网 如果跟不上那步伐 大数据的话 相信可能会被人淘汰 大家必然要接受这个事实 昨天在猎炮的财经萃文 也提及过 圣诞老人都没得做 因为 整万多家门市 整理了 圣诞老人都没得做 所以你说 你这些东西都可以改变的时候 如果你不再更新自己的话 就有些危险 大家一定要留意 下个礼拜 有几只新的招股 包括泰尔酸菜鱼的 武器九毛九角仔 下个礼拜就开始招股 准备集资3亿的美金 根据初步的文件披露 公司上半年有12.4亿 按年升了4乘1 一乘的日利 按年增长87.6% 酸菜鱼我又没吃过 但我吃过重庆的九公甲 而且很刺激的 吃过翻尘味 不吃辣都要试一试 那个味道 其实看回九毛九 有269间直营 还有4一间加盟店 亦有两者贡献98%主力品牌 亦有鸡蛋煎饼 亦有其他不同的餐饮业务 我看回这款可能有少少看头的 但抽不抽的 你们都要等我在我的群组 或者朋友圈看看 大家看看有没有兴趣去抽 另外有几个 就是招近故的三和 蒸化 建存 融资 亦是保质人 承销团 蒲银 亦都是一些OK的 蒲银的往迹 红盘的话 都不错的 那三个承销团 工业制造的 现在都刚刚开跑了 我就建议 这个三和蒸化 大家等一等 另外有一只 就叫做 荔年国际 保质人的往迹 就真的 比较飘忽 有升有跌 这只都要看一看 还有这个 江榮控股 是不是 蒲银 好像OK的 蒲银之前的普天通讯 升了成倍 这只可能有少少看头 三只之中 9998 不错的 那数字都OK的 尽管要看一看 观察一下 热门的情况是怎样的 如果三只来说 我比较喜欢江榮建筑 因为其实它 首先是主板上市 亦是招股价7毫子中间的话 亦是新加坡建筑公司 都可能过来集资 钱最主要来说 可以回到新的建筑 和不同的销售 大家都可以留意 它的往迹都OK的 暂时超压倍数1.8倍 我这只三只之中 比较常看好一点 但是暂时还未下飞 再观摩一下 因为这三只都不是很急的 还有少少时间 今天才开始起跑去招股 赤子成 如果中了的话 相信大家等收钱 如果中了的话 重点是 因为实际上太多人 下大飞去抽 大家都要知道热门的程度 赤子成 我相信座底三成的升幅 一定是没有走不掉的 重点是 如果中了的话 请你赶我吃饭吧 首先 因为之前已经说了几百万次 一定要抽这只股票 不论是用孖战抽 还是用现金人海战术去抽 都是非常值得的 因为这些股票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机遇 去抽这些漂亮的股票 今个月的波幅又扩大了 恒生之数破了28,177点 刚才的高位已经破了 最高上28,210点 尽管还需要少少时间 和大家更新期权状态 留意其实已经去到水尾了 以今个月来说 亦都是 今个月的升幅方面 例如最近价的28,200点 看今个月的 权的升幅率是 95点 下个月 下个月 28,200点是169点 所以你懂得选择行使价 到期日 和那个位置是很重要的 对于梦想的爆炸力 因为你知道 期权最美丽的那一刻是什么 就是由架外 急速转入架内的内含值 时间值 或是IV 加玛、FETA 那些全部爆升 最美丽的那一刻 你要捕捉到才是最美丽的 其实如果你看回来说 28,400点 那些位置 都可以考虑做翻样的 但当然说到这个超短线 不是叫你当股票这样炒 你知道期权和期指基本上是两样东西 正股来说 你不要用正股那一套 炒期主 期权包你死得很惨 大力也不要用期指期权那一套炒正股 你要看回每一只个别的走势 例如 常说的爆炸股 爆炸股也有分长线 中线 即日线 如果不是的话 热潮一过了 就坚持就不行了 例如9.88我之前说过是可以长渣少少的 200元左右 已经说了 银到283元 差不多是6%的升幅 这些是1918的也是长线少少的 这一类型也是可以的 提及过之前的老大师那些 这些就是超短线的 也就是超短线的选择 不要用超短线的技巧走去炒长线 也不要用长线的技巧炒超短线 因为其实两件事是非常之矛盾的 最后跟大家说 金价也创了两个月以来的新高 看回市场的避险情绪来说 是有一定的 一定的避险情绪的 还有银都涨到1% 三个月以来的新高 部署留意银和金的走势 因为美股现在是 疯狂派对的最后一部分 纳指升穿9000点 11年升 Amazon也爆升4% 所以其实美股派对认为未完结 港股来说 最重要是留意转仓位 第二也留意当炒的板块 下一年我们猎炮 不是 应该是 礼拜一跟大家更新市况 然后2020年再见 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 拜拜